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破坏轿车的事件 根据了解 事情的起因是 这名司机因为不满被挡路而无法通行 于是不断鸣敌 虽然已经有人示意稍等 但他依然继续鸣车敌催促 结果引来愤怒的乌翼群众 用头盔与三角锥攻击 甚至砸破男子的车镜 目前双方也就是男司机和清真寺管理层 已经就此事达至和解 不过警方表示 将继续追查其他涉案者的下落 而截至今天凌晨1点 警方已经逮捕4名 年龄介于21岁至55岁的男子 并将援引刑事法典第147暴动条文调查 另外为了避免此事 进一步演变成种族纠纷 警方提醒所有人 不要针对此案散布任何种族课题的意见 最后一则新闻来看 亚航长程星期四晚上从台湾飞返吉隆坡的航班遇上严重气流 造成飞机上5名乘客受伤 清醒的是航班最终顺利在昨天凌晨4点30分 安全降落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而在事后 一名应该是航班乘客的网民在脸书上载受伤包扎的照片 还指飞机突然降落时没有给予任何讯号 令他来不及系上安全带 觉得自己算是捡回一条命 而更扬言考虑控告亚航公司 对此网民纷纷回应表示 在飞行中其实时时刻刻都要系上安全带 而系安全带是乘客应有的行为 客服人员也已经通过广播给予提醒 有者也表示 气流现象是航班不可避免的 还嘲讽这位要提告的网民 不如去控诉气流吧 那么今天五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